抗疫现场尽管艳阳高照 仍有不少部落长者顶着烈日到场支持 其中樊普风自救会副会长李星哈鲁卫也在群众当中 与其他关心部落环境发展的青年一同站出来 表达守护地方环境的诉求 日前台湾捕风公司在花莲囚舍大型养鸡场掀起反弹声浪 受影响的三乡镇居民发起抗疫行动 花莲县府日前发出厂商农业许可废止后 暂时高于段落 而当中反捕风自救会副会长李星哈鲁卫 这次以阿美族中区青年小组返乡青年的身份 在16日的抗疫大型畜牧场及大型光电板业者进驻部落 与部落青年到场立庭发声表达抗疫 我们谈的是尊重你在我们原住民土地在部落的范围内 我们要的是你尊重我们跟我们谈 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 让部落感觉到我们可以共融共同生存 而不是你开发你就依据中华民国的法律说你合法 不跟部落沟通 甚至刚前面讲到部落要想要去了解你到底要开发什么 你说你高科技好你告诉我们你怎么高科技嘛 你怎么样不让水的废弃物排到河流 你告诉我们嘛 可是业者都不跟我们沟通好没关系 县政府现在我们要求县政府出来做第三方 那希望能够把这些资讯告诉部落 以及我们再次曾经讲传统领域是在讲部落的主权 我们没有要拿你买的土地 请不要在网路上污蔑原住民 我们就是呼吁业者的开发应该要经过部落的说明会 他们应该要主动向部落说明要来到部落做开发这件事情 对那我们在这边的诉求也很清楚 我们希望议会能够成立那个专案小组 然后召开工厅会 对就是政府也要主动以第三方的角度来协助居民跟业者 做这样子的沟通 他们没有尊重我们在意的居民 谁会希望我们的家园旁边有不知名的建造 要来那个建设 假如他连他自己要那个养殖的计划跟规划都没有跟我们告知 没有跟我们做一个说明会 那我们怎么会相信他 我们怎么会安心的让他在我们家园旁边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业者能尊重我们部落 尊重我们在意的居民 不管是花莲哪一个地方 因为这都是我们生活的领域 希望就是业者能跟我们一起好好的沟通 我们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而是为了抗议而抗议 就是希望得到一个尊重 能找回部落的所有的那个自主权 马佛部落捍卫家园自救会 点名要求廖角邦畜牧设施新建工程应立即停工 要求花莲县政府停发该工程执照 花莲县议会成立专案小组 并召开三方公厅会 征询部落意见和同意后 才能进行后续动作 并将原基法第21条资商同意权 规范纳入花莲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中 以维护部落及主人权益 记者蒋邦彦 花莲市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